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Sikiyaki United,我是安东 最近呢我们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视频 而今天我们就要回到永恒的主题Lolita开箱上面来 今天呢我们要开箱的是来自Baby的Stars Shy Bright的一件 算茶会款吗?茶会上展示过的款 这是一件小红帽主题的斗篷加连衣裙set 说起来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买Baby了 因为我正好是去年年初回的果卖 然后回来之后发现我们的果卖做的其实非常不错 而相反日排比如说Baby这个水平就有一点摇摆不定 所以哇回想起来一年都没有买芯片了呢 好的无论如何包裹已经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打开吧 好包裹是这个样子 这个比我想的要小很多耶 因为是一件裙子加上一个斗篷 而且那个裙子看起来还蛮华丽的很多蕾丝 所以没想到可以塞进一个这么小的箱子里面 打开咯 这件因为是找国内代购买的 所以其实我还挺期待会投食什么小零食的 哇看到了 哎呀 好的先看一下零食 啊嗯啊这是那个嗯 我之前做从日本买回的东西里面不是有一袋一种蜜瓜糖吗 这个感觉好像蛮像的 虽然包装不一样 牌子我不记得一不一样了 这是一包明智的草莓果汁软糖 看上去很好吃 期待 接下来就是裙子了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红色的布料 这个布料好好看 啊好好看 哇超好看这个 首先是这个发带 你们知道我是红色控 而且我特别喜欢好看的红色 这个红真的 就像我之前试的那只Merry唇釉一样 是个特别正 然后偏深一点点 这样一个超级浓郁的红色 好漂亮 然后另外一点惊喜呢 是它这个蝴蝶结 是用了一个深蓝色加红色 然后有一些刺绣小花的织带 然后这个深蓝色配的非常好看 哇 也是一种很深很浓郁的这种藏蓝色 哇超美的 然后是一对鞭夹 这个鞭夹也是用我刚才说过 同样的布料做的 然后上下都有一些白色的蕾丝 非常好看哇 我觉得这个红配蓝铅真美翻了 其实说起来 Babby去年还是有一些好看的款的 只是就没有好看到 让我马上想要买 然后比如说贝克街呀 还有那个语中妞丝 后来看了食物以及种草都 觉得非常好看 不过正好因为这些款不热门 所以现在正在打折当中 我的话还在观望 我觉得可能再折一点 反正我觉得五折的话我就去买 好那么回到我们的裙子 哦原来是把抖篷放在里面了 这样一整套 好的 好让我把这个防尘袋拿下来 好的那么这里就是Babby去年初的这个小红帽套装 首先呢它有一个红色的抖篷 布料的话是有一个 应该算暗纹吧 是一个花的形状的暗纹 然后上面有白色的蕾丝细节 然后小红帽嘛 当然有帽子了 然后这个帽子上面还有一个这个蝴蝶结 好让我们把这个抖篷取下来 哇 我的妈呀 好多细节 哇你看这个上身 总之它这个上身其实有一点点像之前的那个牧羊练歌 或者青草木歌 就是有一块这种仿佛脱胸一样的褶皱设计 上面有一个蝴蝶结 然后下面是一个类似马甲 也很像我穿的这一件 就是马甲 然后中间有一个季带这个样子 这件小红帽也是充满了这种民族风的设计元素 包括这个前面的织带 都是用红底 然后有绿色和白色的小花刺绣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样穿出去太花哨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配一个纯色的酒红 或者是藏蓝色的织带 来代替这一个樱花带 肩带上面装饰的蕾丝也是用一道蓝色的小花 织带装饰 然后下面呢 这一道树的又是一道红色的小花 真的是充满了设计细节 超级棒 然后看下面 这个前开筋 这叫前开筋吧 前蛋糕尾 布料是一种雪坊上面有蹄花的料子 然后上面也是有很多小花 这个裙子充满了小花 然后蛋糕尾两层蕾丝之后 第一层是有一道这个红色的织带 然后旁边各有一个这个baby标志性的这种料子的蝴蝶结 再下面又是一道红色的织边 然后旁边各有一个这个好看的红蓝色蝴蝶结 然后最后下面还有无数层褶罩 哇真的超华丽 像斗篷一样裙子开筋的两边也是有这样一个棉质的贴花 然后旁边也是有棉的蕾丝 还有这个小花的织带 我觉得细节特别棒 然后这个蓝色的部分是山东绸 红色的部分是这种蹄花的料子 非常漂亮 主要是颜色太好看了 就这样的蓝配这样的红 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一件呢 也是同一个品牌之前出的一件暗黑小红帽主题的裙子 然后今天我们的人胎小姐 穿的也是来自Innocent World IW的小红帽 所以今天我们一共有三件小红帽 接下来让我们来试穿一下吧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么视窗回来我的感想是 真的太可爱了 这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特别喜欢这个红色斗篷的设计 就这个长度啊 上面的蕾丝花边 然后整个感觉都非常的漂亮 它一方面非常符合小红帽的主题 除此之外 因为裙摆的设计比较繁复 体积感比较重 斗篷加上之后呢 能够比较有效的中和这样的体积感 达到整体比较好的平衡效果 而且我还发现这个 GSK背后的背带 有四个档可以调 就是背带上面有四个动眼 然后可以根据你的身高 以及你希望的这个效果 来调整肩带的长度 搭配上呢 我是选取了官配的发带 然后将发带旁边的两根丝带 编在头发里面 这样也增加了发适中红色的成分 我觉得非常好看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来自baby的小红帽系列 GSK加斗篷set的开箱和试穿 希望你们喜欢 下次再见 拜拜 今天呢 其实天色有这么暗 应该是外面有雾霾 超级暗 但是 但是